又來 比較大隻的 完成這個 綠色的 很少會用綠色的 綠色不知道咬不咬 試試看 又咬了 要上鉤 走 走 走 還是花生 又是花生 再往前走一點看看 今天來宜蘭是要來參加比賽的 提早到兩個小時 先來打個目光 但是到了港邊之後發現 今天有長浪 所以不太適合釣 那個浪都洗上來了 雖然我有帶舊生衣什麼的 但是 還是覺得 這樣不好 所以呢 合口來釣一些小魚 你看 一下就有了 這次是什麼 還是花生 那花生的紋路都這樣子 很漂亮 其實是要拿根魚乾來玩我比較好 但我今天只有帶80港元 我會丟大概1克左右的N 然後很小的軟巢 像HR的那個 FF 那個軟巢 那一系列軟巢 很便宜 然後又很好用 CP值很高啊 這滿多人都愛用的 好 比較大隻的喔 這什麼 好像刮刮 刮刮一隻 Yeah 刮刮真的比較蟲 放個小蟲 小阿金蟲試看看 中 來看看到底是什麼東西 喔是花生啊 花生你好 一直在咬 一直在咬 上鉤 Yeah 又是一隻 健康的花生 你看真的不要小看這種 小小的河 它生態真的很豐富 這裡面超多魚的 大大小小都有 這樣一路走走看看丟丟 很好玩 幾乎就是丟個兩三桿 就往前走 而且河口是很好收集 郵票的地方 裡面有很多種魚種 那你看有花生瓜瓜啊 紅草啊 還有黑雕 運氣好還有海盧 很多很多 這些只一小部分而已 都在河口 是花生 花生連發耶 那它身上還有一條線 再來 又來 這是最小的 今天最小的花生 卵蟲 不要的卵蟲丟回自己的包包 不要亂丟 因為畢竟這些還是塑料的 我那邊走邊釣有個好處 不太會被蚊子咬 我剛剛在那邊站定點釣 幾分鐘身上就十幾個包了 蚊子有夠多了 而且是斑蚊那種 超癢 你看這邊123 這邊就有 你看這邊還一隻正在咬 屎蚊子 哇唷 花生 放走 好啦 今天這裡就是這樣 那 在比賽前的一個小時到河口 然後釣有 釣一些小東西 用這種 很小的鵝 然後釣小魚 幾乎都是花生 然後只有釣到一隻瓜瓜 大概就到這邊 鱸魚一隻 有了有了 中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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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魚了中魚了中魚了 好啦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請記得訂閱分享 按小鈴鐺喔 謝謝